歡迎收聽紳士各聽新聞 我是Cat 極端組織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之後 各國正在統計被武裝分子屠殺 或綁架的本國公民的數量 中國公民被殘害或失蹤的消息也不斷傳出 但中共對此語言不詳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10月10日舉行的禮行記者會上 被問到兩名中國工人 在以色列南部邊境斯黛羅特遇害的消息 他表示目前正在確認當中 官媒央視新聞 對於汪文斌記者會的報導稱 記者提到的有關消息 中方正在持續核實和了解中 完全沒有提到可能有中國人已經在以色列喪命 但中國媒體陽城晚報 10月9日連線以色列華人商會報導 確認當地華人至少3人中彈 4人失聯 商會正在協助使館發布消息 尋找失聯人員 一名25歲的女生 Noah Agamani 在音樂節被哈馬斯擄走的影片 也在社群平台上風傳 以色列中華商會10月8日確認 租擄走的以色列女孩的媽媽是華人 女生是出生於北京 當時Noah Agamani 被數名男子包圍 迫在同一輛電單車上 她驚恐地大哭 佔叫著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和她一起參加音樂節的男友 也同時被武裝分子帶走 兩個人至今下落不明 法國媒體世界報10月7日報導 居住在以色列南部城鎮 斯羅代特的猶太人 阿羅諾夫透露 她在10月7日的早上大概7點 結束了保安工作後 正準備回家 看到一輛Pick Up Truck 載著10名哈馬斯槍手 這些武裝分子在路上 對著中國人開槍 以色列一直是華人到中東打工的首選 因為工資相對較高 此外當地人對華人的態度不錯 以色列的警方在幣安幫助下 凍結了與巴勒斯坦恐怖組織 哈馬斯相關的加密賬戶 幣安聯合創辦人在中國微博朋友圈內 就此事的回應對話也流傳了出來 以色列當地媒體Calculus10月10日的報導 以色列警方已經凍結了 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有關的 加密貨幣賬戶 此前哈馬斯對以色列 發動海陸空襲擊 導致全面戰爭爆發 以色列國防部長下令對加沙地帶進行全面圍困 報導稱 以色列警方下屬的打擊犯罪部門 拉哈夫433的網絡部門 與該國防部、情報機構 和加密交易所幣安合作 針對被質疑的帳戶進行凍結 扣押的任何資金都將會流入以色列國父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今年3月對幣安行政總裁趙長鵬提起訴訟 稱該公司的管理人員 知道該平台上的哈馬斯交易 此前從2021年以來 以色列當局已經查封了大概190個 涉嫌與恐怖組織有聯繫的幣安帳戶 幣安6月份表示 幣安之前曾與以色列當局合作 打擊與伊朗聖城軍和真主黨有關的 恐怖主義融資行動 針對禁止哈馬斯帳號的最新行動 幣安發言人通過電子郵件 回覆加密貨幣信息網Condesk的提問 在過去的幾天中 我們團隊一直在全天候工作 以支持正在進行的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努力 透過積極主動的工作 我們致力於確保區塊鏈生態系統 以及全球社區的安全 根據以色列政府扣壓令 和區塊鏈分析報告的審查 在日前哈馬斯對以色列發起特襲的前一年 有三個激進組織 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及其黎巴雷盟友真主黨 通過加密貨幣獲得大量資金 《華爾街日報》報導 研究哈馬斯融資的研究人員表示 加密貨幣仍然是該組織用來籌集資金的眾多工具之一 包括將現金從埃及帶入加沙 美國則表示 伊朗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這些組織的主要捐助者 每年提供約1億美元的定期資金 至少自2019年以來 哈馬斯一直公開尋求通過加密貨幣籌集資金 當時卡薩姆女、哈馬斯的軍事分支 開始在Telegram頻道上 要求支持者捐贈比特幣 該組織在一篇貼文中表示 聖戰的現實是付出努力和精力 而金錢是戰爭的支柱 並附上了一個錢包地址 該地址當年收到大概3萬美元的比特幣捐贈 在以色列與美國調查人員 跟蹤區塊鏈上的交易後 哈馬斯停止了公布其捐贈地址 根據10月10日網絡上流傳的截圖 比安聯合創辦人何一在中國大陸微博朋友圈 回應比安凍結哈馬斯帳號一時說 哈馬斯是目前聯合國定義的恐怖組織 任何國際組織 包括任何銀行、交易平台 在收到凍結要求後都需要配合 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襲擊 在美國引發震動 10月10日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宣密的發言人 在回應這件事時說 書密將會縮短亞洲之行 並在10月12日返回美國 書密的發言人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聲稱 在中國舉行了非常有成效的會面 包括與習主席的會晤之後 鑑於以色列正在發生悲慘的事件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查克書密領導的國會代表團的兩黨成員 將會將與韓國總統尹什瑜的會面 提前至10月11日 並於10月12日返回美國 書密10月9日與習近平會面期間表示 他不滿意中共官方對以色列遭集所表達的立場 並敦促習近平和中國人民 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書密對習近平說 他對中共外交部長的聲明感到失望 因為在這個困難時期 那一份聲明並沒有表現出對以色列人民的同情或支持 10月10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這場戰爭進入第四天 以色列國防軍的軍隊電台Army Radio報導說 哈馬斯在以色列已經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 包括了至少11名美國人 美國已經開始向以色列運送軍隊所需的物資 而且還將會陸續提供更多的軍事援助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徐簡、林彥、張婷、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 coilcoin贊成員 訂閱、按讚、按讚、 merchand、 depende 至少的是同士 kah幾個月 此時推 sent人 afford 成功的營設